今日的AT过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海油883 简选原因是 中海油第一季的盈利下跌6% 去到321亿人民币 尽管第一季的油价下跌 集团每桶油当量的营运利润 按季上升2.6美元 去到39美元 主要是因为有效的成本和营运管理 令到总成本下降8% 税信指出 随着油价至第二季持续改善 尤其在近期 油组和他们的盟友减产后 相信中海油今年盈利 已经在第一季足底 策略上中海油昨天收报12.94 可以考12元区吸纳 目标先看14元 跌出11元就适宜减辞 根据彭博终合劝商的预测 中海油今年预测股息率 达到9.5厘 字幕提供